时代由我 薰品相传 本节目由贵州喜酒 凤凰网 联合制作播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日报请到你的公司来 有的时候 你第一次吗 这是第一次 好 你坐哪儿 你主人位是那儿吗 还是主人位是那儿 可以 我坐这儿 就一般你请的嘉宾在对谈之前 请他们来这儿吃饭 对 他们那个想要吃的就吃呗 你都会提出邀请 对 有的时候我不一定有时间 谢谢 我这个三年没有计算过任何人的采访 我唯一开放的就是你 对 刚开始其实我也是拒绝的 后来想想老朋友呢 我要是真的隐居了 或者说是不再管新东方事情了 云游四海了 那个时候你在采访我 我可能就更加不接受了 我理解 喝点汤 好 我记得我那个时候跟你一起吃饭那一次 我其实就跟你说了 我说 当你准备好 不得你愿意的时候 我都在 其实还是不愿意 但是我想再不愿意 可能后面我就真的不愿意了 小心点 你们这个好复杂 要拿一大汽车拉过来才对 你们这个太复杂了 那只能这样 现在自媒体时代 讲究的是随时开播 我看小黎每分钟都舒服 没事 谢谢 开始吧 我们尽快好吧 对 余老师跟我聊天可以 在这种形式上 但等待他不太习惯 他习惯一开始就直播了 余老师我们来聊会天 我知道您很重效率 但是我们聊的天的内容 都是很重要的 所谓很重要是因为 现在我看您都是云淡风轻 但是事实上 我是看到您焦虑的时候 在您最焦虑的时候 您会怎么样自我疗愈 任何焦虑一定是有原因的 那么你只有把那个原因 给消除掉了 你的焦虑才会消失掉 我其实没有疗愈 我们准备了视频 比较短 没事你就说 你就放吧 现在就先开始放第一段 我陪你一起看我也没看 让我们一起再来说最后一遍 我们的开场白 这是悠悠吗 这是悠悠吗 各位宝贝 hello everyone hello my sweet my sweethearts my cute kids i'm gonna see you later 拜拜 拜拜 你看过这段吗 你看过这段吗 没有没有 这个是怎么拍的我也不知道 这是在课堂上吧 就不能再做直播了是吗 对 我那时候是线上课 但他不能够在线上教学生了 五万个老师同事下岗 你伤心吗 当然 因为老师们突然就没工作了 唯一能做的就是把他们的无限一斤 N加1的工资给他们全部发完 不欠他们一根钱 新东方同时下岗了八万多人 五万老师 三万多员工 当时的焦虑确实是不知道后面要干什么了 其实迷茫更多于焦虑在那个时候 我当时的选择 其实更简单的选择就是我可以关门 关门对我来说不是一个负担 新东方账上当时的钱也足够关门 那关完以后我就可以云带风轻的一个人全世界旅行 或者说是坐轮道 背后你再也不用背负那么多的员工 还有面对那么多的客户 你所要承担的责任 这是最简单的选择 但之所以没有往那个方面的选 一个方面是觉得 这么大一件事情你突然自己把它弄没了 好像感觉到不对 那另外呢就是说那么多的员工管理者 你的朋友都希望你不能这么轻而易举放弃 都继续做下去 到最后我们还是决定要做下去 但是确实不知道做什么 因为我们都知道至少在原有的那个领域 我们不能再做了 当时的情况大家就是在讨论我们到底做什么 也持续了好几个月呢 2021年的7月份双减之后 其实很多人或者是很多朋友给你建议 有其他什么样的选择曾经出现过 坦率来说不多 因为外面的朋友的建议 就更加很多都是不靠谱的嘛 说卖化妆品 我说卖化妆品在我心目中 不是我想要的那个意义 我要做的是必须要符合几点嘛 第一是它必须新东方的核心竞争力还在 我不是跟你说就是新东方核心竞争力是这个 叫做有知识的表达能力 那第二个呢就是 现有的新东方的员工 必须能够迅速适应这个新的业务 那第三个呢就是说它能够就是说 利用到新东方原有的客户 新东方原有的客户都是家长和学生嘛 那你要做很好的判断 我觉得人生两个第一是事情来了不要怕 第二是自己不要去乐 让自己出不来的事情 所以很多事情不能去到近 进到你自己控制不了的地方 对原则上就是它可以冒险 但是呢必须是在你能够收回来的地方冒险 我的个性其实不算 不算真正的特别冒险的 因为我是农民出生 农民的特点就是特别小心谨慎 但是你几次是绝地逢生呢 对绝地逢生就是 还是我刚才说的嘛 我算是一个不是那么不足一致的 所以你看在新东方运营最好的时候 我的账场也来储备了那么多的现金 对如果没有那么多现金储备在账场的话 新东方早就没了 其实真的是那句话 老天爷帮你关了一扇窗 可能给你打开了一个门 这个就是我的心态 我觉得人生中间遇到任何困难 可能背后蕴含的可能就是机会 不管是你个人生命中的还是事业中的 但是要是没有这个变故 我们后来也没有东方真选 就不会有从这个教室里 又转到了东方真选 变成了著名主播 Be patient 给自己一些时间 感谢刚进入直播间的朋友 请大家点击主播关注我们 这里是余老师带队新东方转型的直播间 叫做东方真选 这种风格的直播不知道 能不能搓中你的点 2022年6月9号 东方真选直播间 粉丝数破百万 短短7天 东方真选狂飙涨粉1100万 一周销售破3亿 直播间在线观看人数也是超过10万以上 直播累计观看人次2700万 是名副其实的现象级直播间 不过您说新东方上下都可以跟你拍桌子 你那时候说要助农直播的时候 董事会是反对的 那时候有人跟您拍桌子吗 董事会和总裁办公会 确实不太同意去做农产品直播 这个是真的 因为他们觉得这个跟教育没啥关系 新东方的人有执念 执念就是我们就应该做教育 做教育又高尚又美好 那我跟他们说现在教育这条路已经有点走不通了 那我们当然要去找别的路 那说到卖农产品 包括老师也不太愿意接受 我们在教室里上课上的好好的 怎么就变成了卖农产品了 新东方的第一场农产品直播是我 我在直播 是吧 那我能卖为什么你们就不能卖呢 难道说你们都比我更加尊贵吗 我采取的是以身助折的这种形象示范 应该把它叫做 但是后来大家也 也就都接受了 因为我跟他们说 这是一个另辟其境的行为 我们背后依然在保持着我们的理想 所以最初开始卖这些产品的时候 我卖的最多 君子之德风 领导者必须做表率 而且放得下身段 作为朋友我们是很关心也很关注 刚开始其实在东方系统里面 您是那个唯一的流量民进 就像您说的卖水果 去东方争取 你带过去了就有流量 那您在那里说着 很多老师在后面拿着牌子 还是深思历劫的在卖东西 但是效果并不突出 你当时说像是一头扎进了迷雾当中 什么样的迷雾 后来这个迷雾 你们做了什么样的努力 坦率说没有做什么努力 只是坚持 大家卖了几个月 说产量也上不来 讽刺人数上的也非常的慢 我就跟他们说不要着急 循序渐进慢慢来 后来冬雨会引爆这个是意外的 完全不在我们的计划中 引爆那天晚上你知道以后 什么感受 没什么感受 我觉得过几天就没了 你不觉得会持续 对啊 因为互联网的热度 都是过几天就没了 那么过几天并没有没了 这在你的意料之中吗 还是做了什么样的努力 后来应该是所有的主播 都已经跟上了 那冬雨会本身 她本身的知识结构也好 她的表达方式也好 到今天为止 还受所有的网友的喜欢 这是老天送的一份礼物 不咱们综艺上 你是不是因为我们在拍 你吃不吃 没啥吃啊 我就不跟你聊天啊 就别别别别拍了 尽管拍没事 不然的话 她就跟我聊着天 她就开始有首饰 就不吃东西了 我直播都是各种各样的吃啊 现在 对对对 何况是落播啊 而且你在直播卖的东西之前 是不是自己得吃一点 不用 没办法 边卖边吃 那万一真不好吃怎么办 你还说好吃吗 不好吃就是不好吃 你就说这不好吃 别卖 对 商家会打你 我因为我不是卖货主播 所以我卖东西卖的不多 但你刚开始的时候还是得卖啊 对到地方上去的时候 比如说一边看世界一边播 当地农产品呢 我肯定就这样 就得讲 就得不 但如果真的不好吃 你会说吗 真的不好吃 我也不会当然说 你否则那厂家怎么收的啊 我说 你要到后台去跟他们说 这个品以后不要加上了 但是只会 有的时候我觉得不好吃的东西 它有人觉得好吃 口味的问题 口味不要 对你是南方人 对吧 我记得2021年11月份 我说我到北京来了 来看看您 那时候就是您正在想的 已经决定要做助农的时候 告诉我说 现在好多好多商家 来希望我卖东西 但您觉得还是希望卖农产品 所以农产品其实是非标 品控很重要 一下子爆火之后 很多事情就出现了 遇到了那样的情况 您是怎么去应对它 千万不要编谎话 千万不要自圆其说 向社会解释清楚 取得大家的谅解 这是我们能做的事情 但是我觉得跨行业你说 很多的核心要素是存在 但是在过程中 做正确的事 还要正确的做事 有的时候 很多东西是未知的 所以我们来看这一段 这个好像他们跟我说了 嗯 一些抖音上的商家 以农予会和其他主播的名义 这是你的声音 我的声音 听姐说这是冬号征选的官号授权 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 我在这里表示抱歉 谢谢大家 你好严肃的鞠躬道歉 什么事这么严肃 公司想做一个创新的尝试 尝试就是把主播的卖货的短视频 允许其他的一些商家来应用 应用以后就是帮着我们带货 但是那些商家 等拿到这些短视频的授权以后 他们就打折 比如说把冬雨辉 还有其他主播的视频到处乱发 就形成了很多混乱 这还不仅仅是 因为他们突然发现 东方中线怎么这样 就是说他们怎么把主播的短视频 就允许那么多人同时来发出来 而且就忽变真假了 那现在呢 现在还有吗 这样没有了 后来就停掉了 连我们这个本来想做的事情 都没有要做了 对 因为其实也是 当时管理层没有想清楚 这件事情它可能引发的获果 我不是说做一件事情 你到现象清楚 它引发的获果 但是为什么这个你是亲自出来道歉 因为我知道像 因为只有我亲自出来道歉 才能把这件事情平息下去 当时这么严重啊 对啊 因为最终大家网友 还是相信我来说什么 他们会认为这是一个最终的解答 你觉得遇到任何事情 盖瓜成熟 然后作为大家长 该你出来道歉的时候 就出来道歉 希望不要出现 那个属于跟网友的观点没关系 它是属于公司本身的事情 就像我们原来做教育的时候 面对家长学生 也总有道歉的事情发生 那你做错了 或者说做得不到位 引起大家误解 那你一定要解释和道歉 你不能压制 因为压制的结果是 别人对你更大的误解 所以有的时候 时代痛击一下你 对 人有的时候的 不是个坏事 发现自己一生能干什么事情 是偶然的机会 老天给你的 并不是你自己真的理解自己 我是做了新东方以后 才发现 我还真有团队领导力和管理能力 而且是一种与众不同的领导力和管理能力 与众不同在哪里 有种不同在就是我没有任何规矩 不设任何限制 到现在为止 新东方你会发现 它的管理上表面看都是乱糟糟的 但是在遇到危难的时候 新东方人的主观能动性特别强 所以新东方每个人做事情 他内心都不存在任何害怕 因为他知道做错了 只要不犯致命的错误 就会有纠正的机会 而且领导人也不会跟你过不去 这就是新东方的特点 还有一点 如果真的是很错 领导人会出来鞠躬道歉 领导人先承担责任 这是我们的要求 犯的错误 如果是在部门之外的话 不管是谁犯的错误 领导人必须先道歉 因为这就在你领导的范围之内犯的错误 不管是对外面的公众还是内部 如果人类不懂得谦卑 如果人类不懂得谦卑 就必然创造不出伟大 人生的选择或普通或奇特 或平庸或高尚 关键时刻的一次选择 常常会决定一生的命运和高度 你现在有没有更快乐一些了 还算是没有 压力更大 对 一方面有压力 也不是工作压力 可能到六十岁了 自己不想转型吗 你自己想转型 我呢 还是岁月不老人嘛 现在按照我的实际年龄 应该六十二岁了 进入六十二岁 现在正在六十二岁的岁月中间 来到这个世界就一次 给我剩下的岁月也就是二十年左右了 你是这种紧迫感 对啊 所以这二十年我到底应该做什么 对我自己才是核算的 就变成了我思考的主题了 2020年你去甘肃旅游的时候 有人跟你说蜜瓜卖不出去 在助农这件事情上 您说您自己五年 一年一个亿 你还亏得起 你就干了 你跟你孩子说 你以后靠自己了 我得要去打票 不知道还会不会成功的新的事业 你都是做最好的准备 最坏的打算的那个人 对啊 因为最好的打算 你能够承受得起嘛 因为当初做农产品的时候 我就说这个花不了太多的钱 做直播也就花不了太多钱的 对吧 而且卖农产品的时候 人家买的就买 不买的话 你也不用就像房地产 需要预先向银行 贷个几十个亿的款 本质上我做的还是小生意 是吧 那你要养一批人是肯定的 那养了一批人以后 这些东西卖不出去 那能源费用 办公室的场地费用 还有仙传费用 那肯定是要有的 那我算了一下 如果小大小到 一年一个亿就够了 那新东方账场远远不止一个亿 所以 就算全部亏掉了 对新东方也没有什么 但是您那时候说 您还是看了很多的材料 和报告 你觉得可以投入 那肯定那必须的 商人的直觉 或者企业家的直觉 就是做这件事情 尽管有风险 但是你会知道 它是一个最终能跑通的商业逻辑 有很多人创业的时候 其实是只想了创业 但是并没有想清楚商业逻辑 那很多人就会做没了 这个是回鱼是吗 不知道 这个应该是回鱼 那你农产品专家 你什么时候成农产品专家 也没有 我当不了专家 现在还不是 但农产品产地的专家 可以这样说吗 也不一定 中国农产品太多了 你肯定 我可能全部弄清楚 但你现在弄清楚不少了 那比原来肯定知道 知道多了很多 会不会更 更懂得吃 更懂得挑 会有一点点进步吧 因为直播其实都是 年轻人在玩的多 对吗 刚开始 所以我记得你 大家开始 从余老师变成老鱼 然后你自己叫余老头 是你自己叫的吗 老婆是被农予会喊出来的 你接受吗 接受啊 还很亲切 对年轻人来说 本来就是老头了 你什么时候发现 大家来看直播 是来看你讲什么 刚开始直播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是没有卖货的 从来没卖过 后来呢 就两件事情发生吧 因为我 我讲内容嘛 我一定要给大家讲 我读过的书 那本书好 值得大家读 然后下面就有网友说 余老师你把这个书 挂在小黄车里啊 我们要买书啊 我就问我助理 我说什么是小黄车 小黄车就是 出版社在抖音上面 开了一个店 那这个店呢 就是里面就卖他的书 那你把他的小黄车 链接 链到你的平台上来 你在介绍这个书的时候 客户就可以点 那个小黄车进去 就买这个书 买完书 出版社就 就给客人了 我就说好 那就挂呗 我就说你们跟出版社说一下 我们 我们自己不要钱 因为我知道有佣金嘛 好像 我说把那个百分之十几百分之二十的佣金 让给我们的客户 哦 就是给你一点价格 对 那 我反正不要那个钱嘛 后来出版社还不干 说不得说 宇老师这个 你卖四十块钱一本 别的经销商 就麻烦了 所以他说你那个不要百分之二十的佣金也可以 就等于就我们出版社拿了 那我说凭什么给你们出版社啊 后来我就跟助理说 那就拿下来 拿下来以后 放到新东方的公益慈善基金会 把这个钱买成书 寄给农村的中小学生 这就是直播的魅力啊 现在大部分在直播间买东西的还是以年轻人为主 您觉得您抓住了年轻人 为什么喜欢在直播间买东西的这种情况 农财品的直播间是以家庭妇女为主 因为他们要给孩子做饭 给父母做饭 给丈夫做饭 他们自己到菜市场去买菜这样的时间是完全没有的 新东方的主部都是老师出身 所以他们在讲直播讲农产品的时候 一定会把背后的知识给讲出来 很自然的这是一个 不是故意为之的 就像我第一次去做农产品直播的时候 我是播了三个小时 有两个小时在讲地理历史人文 就像你跟一个有有知识的人聊天 和跟一个没有知识的人聊天 哪怕是聊闲话 聊出来的感觉它就是不一样的 那新东方这些主部呢 其实就是聊闲话 直播间卖的东西呢有两个好处 第一个是已经是成品 买回去加个热就能吃 第二个呢就是即使是新鲜品 他买回去他也不用跑到菜市场去了 所谓的成品就是已经加工成了 开代即食的那种产品 那我卖的另外一个品类比较多的是水果 因为水果是所有家庭的必备 当他们发现我们做的水果质量 确实不错的时候 他们就会不断地重复收购 但这也是一个摸索的过程 坦率地说是努力理解吧 我觉得从一个短视频的平台 最后慢慢变成一个短视频 加上卖货的一个闭环的商业奴迹 那么多的人在上面 通过这个商业奴迹 在建立自己的事业的基础 那如果到这个时候 你再不去理解它 那你就有问题了 尤其是要触及的一线的消购者 对 你如果号称自己还是个企业家的话 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任何的新鲜事情 我们都必须关注 我们这就是一个阅读空间 它那个书是不能带走的 也不能买 因为所有这些书都是出版社的新书 我们有一批老师是专门在读这些书的 他们读完以后呢 我们紧接着会直播 直播推荐买书 我们估计这个平台未来 就有这个月的空间 通过我们直播卖书 一年应该能卖出去的 五千万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 我直播最多的书 一本能卖出三四十万本 有些人卖的书 都还是到你的公益基金里头去 对 基本上除了支付一些员工的工资 因为你员工的工资 你还得支付 否则没人付钱了 他们也不跟你干活了 所以这个就构成了 我开始理解 直播的商业逻辑是在这儿 我就关注一些其他平台 到底在卖什么东西 什么的 我觉得挺好玩的 在一个平台的头部 做了很久以后 你开始要自建平台 或者是自建APP 但是其实这是一个新的商业模式 很多自建的平台 是从零到有 当然我们已经有自带流量的 几位主播 可以带这样的流量 也因为这样的自建平台 跟原来的平台出现了一些 停播事件发生 你怎么看待这些事件 和未来可能有的竞争 它的商业模式 你想清楚了吗 这种情况你会担心吗 我觉得这又是一个 循序渐进发展的过程 我们跟这些大平台的合作 本身合作的还是相当不错的 但是不管这个平台多好 你也是把自己的生态 建立在了人家的平台上面 人家的平台也不能绝对的 给你保证100%的支持你发展 因为它作为一个平台 它是没有偏见的支持 所有在这个平台上的生态系统 那我们作为一个 就是说未来希望做得更大的机构 独立创建自己的APP 就变成了一个应有之意 这是不容置疑的 从一个从零做起的一个APP 不管你上面是什么商业模式 你要把它做到风生水起 变成一个真正支撑你的 商业生命体系的 这么一个平台 那里面是要经历过千难万贤的 我们认为我们的APP 它也是一个 循序渐进的成长的过程 那这个循序渐进的成长的过程 可能需要一年 两年 三年 五年 甚至十年 但是没关系 原因是因为它在涨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APP 其实还是个小APP 因为只有几百万人在上面 作为一个卖货的平台 如果一个APP的这个注册人数 不突破千万绳子 不突破上亿的话 它就意味着它就是个小平台 从零做起慢慢把它做大 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行文资源的事情 也符合我做事的风格 所以说中间是不是又有哪件事情 又引爆了 一下子又变成个大平台 我不知道 我也不能寄希望于这样的事情的发生 我寄希望的就是我循序渐进在不断的进步 而不希望大富大贵 一下子大富大贵也不见得是好事 这就是我寄予的希望 有的时候我们用尽一生 只为等待命中注定会来到的那一刻 世间人为的一切都可能转瞬即逝 唯有人心中的那一脉精神 那种对于更圆满更高尚生命的渴望和追求 代代相传如东流的静和万年不和 她在墨高窟前写了这一段话 有意思 说句实话 那一次见到她是刚好2021年的11月 已经双减政策之后没有多久 所以可能有点迷茫 当时什么事也不能干嘛 但是这一次的感觉就是 她似乎找到了一些路 她又重新穿上了红武鞋 更挺不下来了 但是我觉得 就是企业家的使命使然吧 这是95年的网友评论说 我们要逐渐进入30岁了 逐渐成为那个讨厌的自己 所有的人都活成了讨厌的自己 你也是过吗 肯定 我也是活成了讨厌的自己 哪方面 就是不想做的事情还得做 对啊 人的一生的过程是 这个逐渐制服的过程 如果说你有能力 在还活着的时候 把那个渐子咬破 还能变成蛾子飞出来 你就是特别厉害的人 但大部分呢 都在渐子中 就要被煮熟了 就没了 你是希望你在未来的十年 把渐子剪破 那必须的 我现在已经在剪了